超大吃的帝王蟹 掌牙五爪展现它的鲜 师傅俐落的掌塔大西八块 示范一蟹三吃 热腾腾的螃蟹蒸好出炉 除了蟹壳上有满满的蟹膏精华 还有超肥美的蟹身和蟹角 接着鸡蛋经过简单胡椒和盐调味 搅拌均匀倒在帝王蟹上 之后再拿去蒸 最后用勾芡汤头增添丝滑口感 芙蓉蒸蛋就大功告成 大只蟹饺放进烤炉 等外壳烤到通红微焦就出炉 不夹任何调味就吃它的鲜 之后用白菜炖的蔬菜汤底 加入豆腐蛤蜊增添层次 能完美呈现出蟹熬跟蟹身的鲜甜 帝王蟹火锅同样也收服老陶味蕾 帝王蟹主要就是吃它的鲜味 还有它的甜味 还有它因为它的肉很饱满 所以吃起来也有很那种爽感 时需入秋老陶也有口福了 帝王蟹世界产量最大的俄罗斯 雪场也在11月初开了 飞美的帝王蟹纷纷坐飞机来台 这只帝王蟹是刚从俄罗斯厂区运过来的 产量上升价格下降 近期帝王蟹已经来到1600元 比起中秋节时的一斤2300元 大幅降价四成 平均一只落在4000到5000元 一直要等到11月中旬后 接近尾牙春节价格才会回升 俄罗斯的帝王蟹 现在它的厂区开放 所以可能大小比较不会有这么大只的 可能再过一个月 就会有比较体型会比较大只的 业者表示帝王蟹产季才刚开始 预计持续到明年1到2月 之后有望越来越大只 除此之外 秋天螃蟹季到 三点蟹时巡也便宜1到2成 至于花蟹价格吃平 但也有比过往大只 想要大碳螃蟹海鲜的民众 可不要错过 TBS的新闻也有请我们再来看 本集团的收获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